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是机会还是危机呢 我想这一点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因为如果你做错了方向的话 在这个地方如果是机会 你反而去放空 又空到这个地板上你怎么办 为什么我认为说短线的拉回并不是坏事 反而是好事 原因很简单 各位今天的投资朋友你想想看 今天的拉回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当然就是两岸紧张的一个 情势持续的升温 中共不断的一个挑衅 甚至飞越台股的一个中线 企图要造成一个既定的一个事实 我想在这个地方谁也不会开第一枪 包括我国不可能开第一枪 包括中国大陆 我觉得他也不大可能会开第一枪 因为他今天如果开第一枪的话 那么就等于是中了一个川普的拳套 如果他开第一枪的话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 习近平准备要垮台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表面上虽然看起来两岸的一个态势 非常的一个紧张 但是私底下好像大家都还有某一方面的一个共识 只是在整个的一个原因上 会让大家感到一副准备要怎么样 开打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 那么第二个就是美股的一个下沙拉回 那我们可以看到昨天道琼一度狂蟹超过900点 为什么 最主要原因第一个除了欧洲新冠的疫情 持续急剧的恶化 那使得市场 加剧市场对整个的互数的一个停滞的一个疑虑 那我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都是了掉牙的一个新闻 那毕竟各国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环境都非常有经验 所以我想这个影响都只是一个短暂的 那第二个就是大型银行的一个这样洗钱的丑闻 引爆美国的金融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跳水 那这也都是怎么样 过去的一个事情嘛 只是有些人拿出来怎么样 拿出来炒作 拿出来打压 第三个就是美国的苏国人案难产 那我想这个问题 现在从过去这段的一个时间以来 你会发现民主党共和党 常常为了一个苏国人案争论不休 但是到最后 都还是会达到某一程度的一个共识 因此对于昨天美股的下沙的拉回 很多人看到这个下沙 往往都是看到一个指数在说话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昨天那个下沙 说不定又是一个这样 又随时又渴望开始又指纹的一个向上上来 因为他已经回到的一个这样 回到的一个季线的一个位置去嘛 那皇冠的一个台股 台股今天出现补跌 虽然短线让他还要再做整理 这是难免的事情 但是你可以看到 季线目前是上扬 进入季线的75天 还有下档多桶马其洛 防线都守稳没有跌破 不论是1214 12480 多桶马其洛的一个防线都 守得稳稳的 所以在整个那个中途的格局不变之下 包括的一个这样 我们的一个国内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经济面啊 表现是优移市场上的一个预期 你可以看到啊 8月份的一个外销订单年六红 创逆年的一个这样 同期的一个新高 那为什么我们的国内的一个经济表现会这么的一个好 包括9月甚至第四季 整个的一个外销订单都还会怎么样 持续的一个往上攀升 所以在经济面 包括持续面有利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支撑之下 那我问各位 短线的一个震荡拉回到底是一个机会 还是危机 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 那么对于短线的一个震荡拉回 为什么很多人会担心害怕 我想会担心害怕 大部分无外乎就是因为买错股票 寻错产业买错股票的一个关系 比如说最近呢 如果去追逐这些的一个 miniLED这个族群 比如说像金店 你可以看到金店啊 9月17日要反弹来到42块4 在这个地方能够抢吗 你想想看 金店 为什么它能够反弹 最主要是miniLED这个题材 但是你想想看它三半年还是亏钱的 那么未来这这一季的市场 它能不能够真的脾气太来 还要看什么 看大客户什么时候正式释出的一个量整单 那么这个部分最快可能要到第四季底 或者是明年才渴望怎么样 才渴望看到 所以短线生来到这个地方 再去做追加的话就不太OK 你会发现 缓然上来去做追加 连两天 噗通噗通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跌下来 包括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台表科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台表科也是过去 我们带会员朋友大赚特赚的一档股票 那么这一波你可以看到 一路跌跌不休 买在不敢买的地方 一路跌跌不休 哇 你可以看到今天持续的一个这样 重做的一个大跌下来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miniLED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 的一个 的一个会特也是一样 也是我们过去带会员朋友 大赚特赚的一档股票 你会发现 这些股票本能上来 你再去追高的话 很容易怎么样 很容易套牢 套在短线的高点上 为什么 因为整个的一个获利 整个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爆发力还没有出来 短线上有些人把它怎么样 拉上去 但是拉上去能够去追吗 我想各位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那么甚至再到这个被动元件 也是一样 为什么最近的被动元件 好多人寄望他的一个反弹 好多人带你去抢反弹 结果怎么样 哇下跌一波再一波 很多人套在这个高档上 怎么办 包括华兴科也是一样 甚至再到这个细菌园 的一个环球军 你可以看到 9月17号本能上来 来到这个季性的一个位置 去压力区能够追吗 你好好想想这些的一个问题 甚至再到这个台神科也是 哇前天掌停板好多人不是来 都拿出来告诉你 结果怎么样 掌停板来到这个季线 季线向下 你想想看这种股票在去压 短线就是找死 对吧 短线为什么会拉回来 甚至再到这个工具区也是 你想想看 工具区为什么最近的一个跌 这样一路的一个怎样一路的杀 杀的那么的一个凶 上半年只有赚一块四毛一 他以前是可以赚将近两个股本 但上半年只有赚一块四毛一 疫情的一个冲击 整个的业绩大幅的一个滑落 目前的一个营运虽然有好一点点 但是还怎么样 还怎么样 还看不到真正的一个爆发力 所以你问话现中股票 一旦跌破的一个关键价 就是急速的一个下沙下来 如果你手上有这些股票怎么办 我知道今天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看到今天的一个指数的一个下沙 今天很多的股票的一个下跌 那手上一定有很多的一个股票 不晓得怎么来处理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第一个你可以透过9-end或Telegrade 你直接私讯给我 私讯给我大师兄来帮你 来祝你一辈之力 很重要大师兄一再的一个强调 做对做做金价的差金追 不对的股票就是要懂得赶快换 换到对的一个趋势的 一个主流股的一个身上 一个转念就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如果你手上有这些的一个股票的一个问题的话 你可以透过9-end或是Telegrade 你直接还没加入我们投资朋友 赶快QR Code赶快讨论一下 你可以直接私讯给大师兄 或者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来找大师兄 就对了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 如果这段的一个时间里面 你跟着我做这些的一个股票 比如说像梁朝伟的最爱 这些大师兄都在Telegrade 领先市场跟他做分享 你可以看到我在9月7号 41块我带会员朋友锁定 锁定今天的一个梁朝伟的一个最爱 今天大涨在创新高 我在Telegrade盘中 我也告诉大家爱赚多少 看你自己 你看短短这样几天的一个时间 价钱也都超过多少 超过两成 这是我们带会员朋友 所操作的一个股票 包括的一个涨 包括生气股的一个中天 今天虽然是震荡有做拉回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今天售在82块 但是我在9月9号 如果你在9月9号 跟着我买在的一个 别人不敢买的一个地点上 就算今天从震荡做拉回 我问你你会担心吗 不会担心 因为你还是持续的一个 开心获利赚钱之中 那么今天的一个拉回 还能不能够买 可不可以买 看什么地方 看他的一个未来的一个 营运展望有没有前景 他的一个获利 今年上半年转机大成长 那么未来这一块 这个糖尿病族的一个 溃弹性价解满成功之后 未来如果说这一块 能够取得台湾中国 以及美国的一个药证 启动授权的一个销售 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不得了 这就是一个怎么样 一个未来非常大的一个体裁 糖尿病 我知道这是在台湾排名怎么样 前十大 甚至前三大的一个文明病 那你要知道这一块的一个市场 未来的一个商界非常的大 他会造就整个的一个公司 他营运的一个获利的一个 转机的一个大成长 但是你不能等到 他取得的一个授权 取得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授权销售之后 哇这个时候 你这个时候才想要进场 进场我可以告诉大家太慢了 就像过去啊 哇他取得一个授权金的时候 合一的一个混乱金 股价飙涨来到159.5 这个时候哇你看到每天涨停 涨停一路涨不停 你才想要心动才想要跳进来 结果怎样 噗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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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跌停 一路的一个跌不停 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 随着一个股价触底指纹 气息弧现之后 那么未来在这一块的市场 如果他能够成功 申请得到要正确的授权的话 他会不会再度风云再起 各位可拭目以待 那我不是叫大家去做最高 那如果说你不晓得什么操作 你要找大师兄 如果9月14号你跟着我买 6148的华红市你看 13块半 大师兄领先市场跟他做分享 短短4天那个时间33% 我都讲在前面 你看着我买这种股票 我问你你今天你会怀恼吗 相信你都不会吗 甚至啊 广岛自恋也是一样 就算今天是重错大跌下来 又如何 你可以看到啊 我买在什么地方 110 很多人是看到昨天大涨上来的时候 才带你去做最高 特别是在早上盘前 我一个特别度太太 他说老师老师有某一个专家 哇昨天看到黄金大涨去怎么样 带会员朋友去追 我就跟他说 我说今天可能会下杀 果然今天就下杀 但是今天下杀我可以告诉你 今天下杀我不担心 因为我怎么样 因为大家要了解是他未来的一个产业的前景 未来的一个展望嘛 如果说还未来的一个产业前景看好 未来的一个业绩渴望转机大成长 那我问各位 今天的一个下杀拉回到底是买点还是卖点 你好好想想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然未来他的一个转机 他的一个获利的状态 大师兄都很清楚 但是因为有些法规的一个限制 那公司派也还没有对整个的一个获利 做一个画布 在这个地方大师兄也不方便说明 很多的事情在台面上 没办法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想了解 你想进步了解的话 你来找大师兄就对了 你跟着大师兄的脚步就对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后面一定会跌破许多人的一个这样 许多人的一个眼镜 就像之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原钢冲钛跟原产一样 甚至包括9月16号 你跟着我买郁军光的话 我问你啊 你看我们过去带会 没有大赚特赚的一个郁军光 这次拉回 高档全数开心 获利放口袋 这次拉回再度的一个低接买回来 今天怎么样 这一波持续的一个上涨上来 就算今天震荡 一点都不用烦恼 因为你还在持续的一个这样 获利赚钱当中 还可不可以买 我可以告诉大家 买当然是可以买 问题是要怎么买 才能够买的比较漂亮 甚至包括的一个软板台军 我也都跟大家说过了 我说第四季 苹果iPhone的一个地言 花表地言 第四季整个苹果的一个销售 可旺一路旺到明年 但旺旺旺到明年 像软板 还有郁军光 软板 我平概股我就看好两档股票 一档台军 一档郁军光 台军这两档股票都是 我们带着会员朋友过去 大赚特赚的一个 一档的一个股票 那这一次的拉回又是难得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机会你要不要把握 要把握的话 赶快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 所以你会发现了 为什么大师兄在工商时报 绩效竞赛能够获得八冠王的奖金 因为我们的专业 因为我们的经验 因为我们的一个实在 今天大师兄不会跟你讲那一些什么 什么阿里布达的一个怎样 哇有些的股票根本就是 进质都已经第五块了 哇好多人跟你讲TDR 好多人跟你讲什么泰金宝 哇再升KY 哇那里阿里布达的一个股票来吸引你 我觉得那个没有意思嘛 我们来到股票市场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一定要能够客观的分析 赚我们该赚的 钱财是细水长流 而不是每天去看那些最熟那些的一个 那些的一个涨停板 你最熟那些涨停板要是哪一天 那些的一个股票 扑通扑通的一个一架一架一架的跌停 你卖都可能卖不掉 这不是投资之道 你要来到股票市场上 你要真正的是要能够去掌握一个 正确的一个投资观念 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什么才是最正确的投资观念 就像今天的一个拉回 你会发现每一次的拉回 都会运营出崭新的契机 就像过去8523点 当时候的一个市场上恐慌性的 一个下差的拉回的时候 当时候如果说你懂得做把握 你可以看到当时候我带会员朋友 我锁定哪一档股票 6141的一个华汉 3月20号135块 市场上最为恐慌的一个时候 是不是最好的机会 从135块带会员朋友 中餐买进之后 一波大涨来到327块 高档开心 获利换口袋 只留波段基本单讯报 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一个 波段的一个大涨足足价差 帮会员朋友创造 1.42倍的一个价差 的一个利润 包括的一个充态 元气小时也是一样 6月12号当天 你可以看到当时候指数连两天下差下来 两天下差了将近475点 很多人看到指数的下差很恐慌 但是指数的一个下差的一个时候 反而我们的一个焦点 大师兄注意的是 下差的过程当中 哪些才是真正的一个黄金 哪些才是真正的一个人的一个珍珠 你可以看到大师兄帮我们会员朋友所掌握的一个原缸 短准三个月的一个时间 你可以看到大涨将近300% 包括的一个充态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大涨将近200% 还有怎么样 还有钢铁人 四聚钢 也是我们7月份的一个代表错 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一个波段 价差就将近七成 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我们带着一个会员朋友的一个这样实战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绩效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两趟累计的价差超过五成 我们目前我们就是破断金本当 我们设好的力就可以了 如果这些的一个股票 你错过了 包括的一个面板股的友达 短短才几天的时间价差都超过三成 如果这些的股票你都错过了 或是没有能够跟上脚步的投资朋友 那么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我希望你务必要能够跟上脚步 一档具有高CP值真才实料的一个股票 为什么我这么说 去年美股赚了差不多大约六块半 但是今年的一个三半年美股就已经赚了将近半个的一个股本 年增超过的一个八成 而且预估全年有机会上看超过一个股本 并且更漂亮的是明年的一个订单倍增成长客气 整个的一个营运抗旺股价才刚刚开始 才刚刚开始 所以各位今年的投资朋友 不管过去你的一个操作如何 如果你的过去操作不顺的话 你想要在股票市场上 帮你把过去所失去的给加倍百分凤凰重回来的投资朋友 不要多一档股票 一档股票大师兄就要准备让你能够怎么样分身置户 所以如果你想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来 标股信念地那里的我对的鬼还没加入的投资朋友 赶快好扫描一下 赶快扫描一下加入大师兄的一个好朋友 成为我们好朋友好事就是花生 大师兄用标股来帮你写日记 或者你手上有任何持股上的一个问题 我知道今天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看到的一个指数的下沙 股价有些个股的一个下跌 很多人投资手上可能有些持股上的问题 不晓得怎么来做处理 因为我们最近看到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的一个持股 很多投资朋友股价套在高档上 真的是真的是大师兄看的都是为这些人捏了一把冷汗 那如果说你有手上有一些持股上问题 你不晓得怎么来处理的话 第一个可以透过Nine的或Telegram直接视讯给大师兄 第二个就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把你的一个持股跟我们的一个助理讲清楚 并且把你的一个姓名电话 你务必要怎么样留清楚 那么大师兄会针对你手上的一个股票 一档一档的一个帮你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剖析 如果你有持股上的一个问题 来欢迎拨打这个电话来找大师兄就对了 0223 219933 共理23219933 给你谈了 轻轻松松 我们明天同学先见了 拜拜